OK 大家好 我是Ryo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 十打 以前最常挑戰的BOSS 那現在基本上玩家挑戰的BOSS 大多都是分為兩類 里城王和困王 里城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而困王就是所有具備一定實力的玩家 夢想的來源 食物的口紅啊 戴米安的眼罩 露西打的夢妖威爾的蘇頓 凱爾的隊長兒和眼球戒指 尤其是候選者那個價格真的是 我覺得應該魔法小卡羅城受不住吧 但是說了這麼多 今天要介紹的不是這些刷到兔或是需要強大的操作 與雄厚的資金 的這些現金熱門的BOSS 而是在轉蛋券一張20塊 在組隊任務盛行 在民生20萬可以拿來買水 在靠寵物喊話 避免洗文明畫面 在自由7隻7收點上 拉上電劍時 在所有的王都要親自走到特定地圖 才能挑戰的年代 究竟在里歐心中 最經典的10個BOSS是哪些 讓我 來好好的為你們介紹吧 既然剛才提到了組隊任務 那麼第一個就來介紹 組隊任務最具代表的 超級綠水靈 也可以說是玩家第一個會接觸到的BOSS 在多洛城市的超綠組隊任務中 突破重重關卡 直到最後的訓練場的最後階段 最下層就會有超級綠水靈的出現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他跳起來的時候記得跟著跳 才不會受到攻擊喔 擊敗他通關以後還會有獎金地點 不過裡面就是一群綠姑姑而已 通常不會待太久就死了 位於奇幻除迷宮最深處的被詛咒的誓院 其實在當時光是路上的牛魔王 就難以招架了 畢竟牛魔王也是童年陰影啊 除了隱身盜賊外 幾乎很難活著走到最裡面 而且除非是抱著探險的心情前往 不然一般玩家好像也不太會跑到這邊來 看來當時的理由有滿滿的冒險魂啊 還是說只是單純太無聊欸 炎魔的上榜大家應該都不意外吧 甚至當時光方還有辦了一個混沌殘暴炎魔技術組 極限組挑戰賽 或是前陣子直播的炎魔忍耐任務比賽 簡單來說就是比誰打得快跳得快 我只記得那個時候主播幾乎只能從頭尬聊到尾 拜託打王槍解太難了吧 攻進所有的一個斷魂劍結果他發現 沒帶箭矢趕快開無形之劍之後再補上一輪輸出 這個時候夜使者四連投資結果血量摧毀 好險生女趕快使用全體是要配合龍騎士的神聖之火 硬是扛住雷婆傷害結果生女開了魔星防禦 卻發現自己只帶洪水 而且夜使者進場的時候將忘記不飆 龍騎士表示你們兩個花瓶待會給我自己退足啦 總而言之炎魔本身不是令人記憶深刻的原因 深刻的原因在於那個令人發起的惡夢前置任務 除了難道靠北忍耐任務之外 第一階段的左炎右炎左香右香 要拿到七把鑰匙打開大寶箱獲得母框 如果沒看攻略真的是會解套想三遊戲都有可能 在相當有台灣風情的西門町的後面不夜城 這邊除了是以前玩活動拿雪板的必來地圖 最深處更有愛用北水果攤最畏懼的黑輪王 其實不認真看還真的會覺得他只是背景了 把攤販模式打倒後黑輪王就會正式登場 主要攻擊手段就是嘴砲 其實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個 宛如背景的待命狀態和外面的愛用北啦 水世界的海怒獅洞雪有著一條紅燒魚 這隻boss主要是在水世界剛開放的前期 呃之前有提到的理由我和朋友非常常來水世界探險 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條魚的存在 直到某次朋友說他在某個地圖看到紅燒魚 我們才特地前往這裡冒險 不得不說前面的鯊魚和魚骨頭真的是當死的惡夢 要說這隻boss有什麼特色大概就是 嗯...他就真的很像齁 喔對了他以前也是我最喜歡的boss 上鐘敲響 的上鐘 有分拉圖斯以及拉圖斯之中兩種型態 前者飛來飛去相當討人厭 後者就是把下面上鐘掛盲藏放大 當時害怕的不是拉圖斯 反而是地圖外面的達納托斯 可能是因為以外觀來說這隻反而比較恐怖吧 不過經過之前的改動現在的拉圖斯打法和難度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雖然現在看到拉圖斯之中滿腦子都只有 的上鐘 蘑菇王還有兩兄弟 他還有他 沒錯就是殭屍姑姑王和藍姑姑王 不過經典配色當然還是蘑菇王啦 以前打他為的就是他會噴鞋子速度卷軸和日之錶啊 當時增加跳躍率和移動速度可以說是能夠大大提升遊戲品質 還有對對樂 而後者的日之錶更是當時錶賊地位的象徵 在那個時候只要認出來的是日之錶 組隊任務根本不怕找不到隊伍 幾乎等同於現在交朋友都要一顆輪迴背石一樣 而雷錶雖然亞昂貴 但和日錶相比就略遜一籌了 勇士之村的蘇妖王為什麼綁上有他呢 相信你們都猜不到 因為 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了 好啦硬要說的話以前打他就是為了米加勒的平底鍋 這個平底鍋上有荷包彈的武器 算是之前相當有價值的玩具之一 然後打到庫木蘇伊還能增加魔法攻擊 這邊我刷了大概20隻才打到一瓶 重點是這隻BOSS本身難度又偏低 算是想滿足打王又沒有實力的我們尋求慰藉的一隻低等BOSS吧 冒險者遇到的第一隻BOSS 維多利亞港的野生蝸牛王 著名招式就是緩速 大概就是我走不快你也別想快的概念 還有就是這個 彩虹蝸牛殼 只要擊敗紅寶王就有機會拿到彩虹蝸牛殼 使用後就能變成紅寶 周圍還有閃亮特效 OMG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超級懷念的阿 對了現在到森林小禁還打得到喔 想體驗當紅寶了 趕快去打一下紅寶王吧 最後一個其實我也不確定他是不是BOSS 但我確定的是 只要你以前有在練功 就一定會知道這個練功神技 因為最後一隻要介紹的BOSS 就是血量只有3萬 經驗卻高達5000的 透過魚怪召喚包召喚而來的魚怪 幾乎是當時有資金的玩家必用的練功神招 由於召喚包主要取得的手段是從釣魚場獲得 而釣到的召喚包又無法交易 所以經常會有幫放收費的交易出現 而在當時的確是需要有點資金 才能依賴這個練功方式 只要經驗家成全開 甚至一隻魚怪的經驗能突破6萬大關 在一隻怪物幾百經驗的年代 那可以說是相當不可思議的經驗量阿 對於這隻可愛的魚怪有印象的人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OK說了這麼多成為時代眼淚的BOSS 有沒有哪一個是你認為的遺珠 又或者是這10個當中又有哪一個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呢 理歐我的話當然就是把第一名獻給海怒斯啦 趕快留言分享給理歐與所有的觀眾 而至於時常有觀眾問我 什麼時候才會分享打王或是練功的影片 其中更有多數希望我挑戰困王 不過最主要的難題還是在於等級部分 好啦裝備問題也不小 不過礙於近期公司比較多 理歐目前很難稱為甘地 但也有朋友說願意讓我吸啪 吸好吸滿 但是吸葫蘆我是很樂意啦 吸啪我就其實有點不好意思了 所以還是希望等到接下來比較有時間的時候 再繼續培養自己的角色 雖然我目前的遊玩時間多數都還是在抽東西啦 但是我也會盡量多找一些時間提升一下角色 讓大家之後真的有機會看到理歐挑戰困王好不好 大概就是困王跟影片這些boss一樣被遺忘的時候 嘖 我相信那個時候就輪到我登場了 OK 那麼我是Ryo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的臉書分享的IG記得幫我追蹤一下喔 OK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 掰掰